你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上海惊爆宪宗案 暗示中国即将进入宪宗时代 我们都知道 伊斯兰恐怖分子喜欢割下人的脑袋 但是实际上最爱割人脑袋的 还是咱们中国的祖先 因为按中国的传统的史性 一般来说都是把人的手机 悬挂在县城或者其他任何城市的城门上 往往要悬守三日 你看三国演义 或者看中国历朝历代的司法文献 都是把人头割下来 悬挂在城门上示众 介意对人民进行恐吓 因为所有人进出城门的时候 看到那个血淋淋的人头 都会浑身站立 都会感到害怕 因为谁也不愿意那样脑袋被割掉 挂在城门上 这种中华的传统呢 也实时惊陷于民间 比如几年前呢 一家这个面条店里 有个年轻人呢 吃了两碗面 他按照过去的价格呢 付了五块钱 因为过去那个面条是两块五一碗 他不知道这碗面呢 已经涨了五毛钱 这个事情好像是发生在湖南 像这种事情呢 如果发生在西方 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 这个饭店老板 或者面店老板呢 工作人员呢 都会微微一笑说 下次可以多带一块钱来 我们这涨价了 就是善意提醒一下 就完事了 比如说我在纽约街头呢 至少有三次经历 比如说我买早点 或者买咖啡的时候呢 没有带零钱 比如说拿个地给摊贩五十块钱 或者一百块钱呢 那个流动售货车 找不开零钱 他们总是把我 把钱还给我 说下次再给吧 然后呢就不管了 我当然不会忘记下次付钱 我那个 我认为呢 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广告费 这比他们花任何钱去打广告 效果都要来得好 或者制作什么广告标语 因为呢 我总是会 很长时间的记得这家店 或者这个摊贩 甚至呢 有时候专门绕远路 跑去找到这家店 再买一杯咖啡 或者再买一块面包 这样的这个 而且呢 这样的店主呢 是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赖的 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店主 能够慷慨的 就是说呢 不要顾客的几块钱 或者让客人下次再付 这样的店主就不会弄虚作假 不会在食物里参加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食物和饮料呢 都可以放心的享用 甚至呢 你喝起咖啡来 感觉到更香 吃起那个丹尼斯面包呢 会感觉到更甜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份温情 有时候呢 我会隔几个礼拜 才跑去再买一份丹尼斯面包 或者再买杯咖啡 并且补上这个上回的钱 他们根本就记不得了 甚至店员都换了 他一个谈犯一般 会有两三个人能留在那作业 但是中国人不同 中国人的邻里之间呢 会为了一个鸡蛋 是随家的鸡身的 而闹 吵来吵去 打来打去 最终闹出几条人命 中国甚至有一部电影 专门叙述 一个鸡蛋三条人命的故事 中国的菜市场上 为了几毛钱 甚至几分钱 菜饭们都会弄虚作假 在中国的那个 做小生意的人呢 都知道怎么样 称完称了以后呢 把那个菜补了下来 比如说你在中国 你要去吃那个小龙虾的话呢 你挑的可能都是活的 但是呢 到了那个摊饭手里面 摊饭呢 随手一晃 就把那个活的那个龙虾呢 倒掉一半 扣下了一半 然后呢 再抓一些死的放进去 反正你也吃不出来 这就是中国 就是说呢 菜饭呢 主要靠弄虚作假来赚点钱 甚至中国的菜市场的 这个入口呢 常常会挂一杆 公平称 许多中国大妈 买完菜以后呢 会凉一凉 称一称 是否被扣称了 还有许多中国大妈呢 甚至随身带一只弹簧称 等到菜饭吃完称了 他再拆一拆 你看看中国这个社会多么可怕 人们的生活多么简单 买个一把素菜 买一把豆角 甚至还要称一称 凉一凉 防止对方作弊 中国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真是出门如间谍 处处有陷阱 处处要小心 这个最近呢 这个上海那个 不 这个面店呢 我刚才讲的那个湖南 那个面店的老板呢 发现了这个客人呢 少了一块钱 他不是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 而是呢 非常可怕的 这个嘲笑人家 说吃不起面 就别到我这个店里来 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人家又不是故意来赖你这一块钱 那个小伙子呢 当然 当时就勃然大弄 跟这个老板娘就发生了 激烈的争执 在激烈争执之后呢 这个年轻人气愤难平 索性就到店里面 把他的大菜刀拎出来 然后呢 把老板娘的这个头给剁下来 然后放到了这个垃圾桶里 来表示呢 一种抗议 当然这种张献忠式的抗议呢 的确是令人正经的 这个张献忠呢 是中国共产党呢 特别纪念的一个人物 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领袖 这个张献忠呢 作为著名的杀手呢 一般认为呢 他杀害了几百万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四川人 因为他主要在四川周边 当然也包括陕西 还有这个湖北 周围内带活动 还有湖南等地 张献忠呢 喜欢把大量的人杀了以后的脑袋 落起来来显示自己的政绩 而且呢 他和他的部下都爱吃人肉 据说四川人一大半都被他 张献忠和他的部下吃掉了 但共产党认为呢 张献忠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是一个反抗传统统治的人物 四川人据说吓唬小孩子 都是常常会说张献忠来了 那小孩子吓得就不敢哭了 就像这个新疆人 吓唬小孩子就说王正来了 王正呢 以前是毛泽东的卫士旅 就是三五九旅的旅长 他后来被毛泽东派往新疆去杀人 据说呢 他杀了害了至少几十万新疆人 新疆人呢下午孩子都说 哎呀王正来了 你再哭下去王正就来了 把王正就给招来了 这个现在呢 这次上海爆发的这个献忠案呢 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个 违反西路的全季洪酒店内 这个酒店里面呢 偶然的人们发现 这个店里面那个柜台上放了一个人头 有些人认为是假的 进去后来一看了以后 吓了一跳是真的 因为那是血淋淋的一个女子的人头 就放在饭店的前台上 目击者都被喝坏了 不管是男女 后来呢 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呢 这个凶手呢 姓贾 今年呢 五十三岁 但是为什么他要杀害 四十一岁的女店长呢 原因不明 也可能只是一句口角 也可能是为了一碗食物 也可能甚至是为了一个鸭翅膀 或者是一个鸡腿 我们不得而知 或者是一个煮鸡蛋 一个茶叶蛋 毕竟呢 两个人呢 一个管前 这个店里面 一个管后堂 可能会有很多交接 可能也会产生一点交割 不管怎么说 也没有必要去把人家的手机割下来吧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呢 他总是充满了矛盾和仇恨 而且这些矛盾和仇恨呢 找不到这个排解的方法 就是说 自从 整体上智商达不到能够解决这个 这个矛盾的程度 因为西方世界 它有各种各样的小事情的法庭 中国没有 几千年来呢 中国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司法体系 就在这个昨天的同一天 河北省平山县呢 也涌现出一位张献忠式的人物 他用刀一举消灭了三名同事 再考虑到前天呢 前两天呢 这个 那个欧金钟 就是福建的欧金钟 一口气呢 杀掉了他的这个干倒了 他的五名邻居 还有山西的这个李发旺呢 前一天也是在忍无可忍之下 干掉了一名老赖 所以说呢 隐隐约约的我们能够感觉到 张献忠的脚步声正在接近 也就是说呢 中国即将要再次回到张献忠时代 实际上张献忠呢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符号 也就是每次到了王朝末年 都会爆发残酷的农民起义 而农民起义军呢 人所众多 没有食物怎么办呢 就是他们大吃人肉 所以说呢 现在的这个张献忠呢 也已经被共产党寓意了 很多很多这些人呢 即将激烈感而起 再把这个中国的历史循环呢 已经走了无数遍的恶性循环呢 再走一遍 都会转发广了 之前的这个角度 我们也ONA 全部都会图住 因为我们派码 没什么看 最后 在这种etic面 远塑造所 我们的献忠 我们的献忠 我们的体骑忠 我们的献忠